首先我們要來去了解到有關於一些運動的一些基本的觀念 那麼在運動學裡面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像是第一個位置了 位置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很簡單 要清楚去掌握一個物體 它在運動過程中的基本特性 首先我們就要知道 到底它在運動過程中 會出現在空間中的什麼地方 那麼因此我們就將這個物體它的運動鎖在空間裡面 它對於某一個參考的原點 就是你觀察者鎖在的地方 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方位 有離了多少的距離 所以我們這邊要請同學特別小心 位置是什麼 其實就是指當物體它在鎖在空間裡面 它與你的參考點之間相隔距離 還有它的方向性了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講吧 今天如果有一個路人問你說 同學我們的車站在哪邊呢 你可以跟他講說 就在我們正前方三公尺的地方 或是在我們右邊的一公里的位置 同學今天這些說法其實都很簡單的是 你都已經確定了 你所講的東西不管是遠近還是方向 其實都是對你這個觀察者來說的 因此你的描述跟別人的描述就不見得會一樣了 所以位置簡單來說其實就是當物體它在某一個 鎖在空間裡面的坐標的點的位置了 好同學 那麼現在有的是基本根念之呢 第二個緊接著 那麼當物體在運動過程中它有移動呢 那麼移動呢就有變化 因此我們就規定了物體的位置的改變量 或者叫移動量 我們就稱它也叫做位移了 各位 那所以位移顧名C的是位置的變化 既然是有變化 就代表著我們會有什麼 不同 那這不同要怎麼去了解它的量值 跟它的性質呢 其實方式很簡單 就請同學呢 把它的出發點的起點 跟它結束的這個終點之間 兩點去找出間隔的距離 所以我們這樣來說吧 位移其實單純來講 就是在改變的過程之中 你的起點跟你的終點 兩點間的直線距離差 所以我們總是要做相減的動作 所以相減的話怎麼辦呢 是用誰減誰 是開始減掉後來的 還是後來減掉開始的呢 其實觀念非常簡單 同學我們一般都會希望的是用 後來的末位置 去跟原來出發的出位置相減 原因就在於說 今天你如果用後來減掉原來 那麼減完的數字如果是正的 代表你的變化是在正方向進行 而如果你減出來是負的話呢 就表示你的變化是往負方向在做變化 同學 所以如此一代的話 它的改變就不但具有大小數字 同時也會兼顧到你的運動方向性 因此我們以後不管在物理科學 還在所有的學科之中 同學我們就要看到這個所謂的移動量 或者所謂的改變量 也就是說我們符號用的叫做 來 Delta表示的時候 各位 那麼這時候呢我們所做的動作 永遠都是把後來的減掉它原來的 而以運動來說 就是把你的終點位置去跟你的起點位置兩速相減 但是請特別注意 這個減法的動作呢 你到最後所能夠得到的東西 也只不過是這兩點之間的直線距離 它有個很大的缺陷 你雖然可以看得出來 它所走的長度一共有多長 但是各位 各位 你從某一個點出發到另外一個點結束 就像我們圖形中這邊所講的好了 我從這裡起點到這個地方終點做結束 我當然的可以是這樣子一直線的走過來 所以我們圖形中 這條的有箭頭的直線 就是指我這兩點間的什麼位移量了 可是呢 很明顯的 我從起點到這個終點結束的過程中 我的過程有幾種可能性 親愛的 其實有無窮多種不是嗎 既然我的運動的情況有無窮多種的路線的形式 那各位 那我的起點卻都在這 終點也都在這 那這代表著 我不管是怎麼走的 形狀是什麼樣的軌跡 我似乎永遠位移量都會是這一樣的長度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顯然的就需要有另外一個物理概念 來去描述這個各種不同形狀的一個路線走法 我們就給了大家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路徑長 路徑長呢 顧敏思議是指所走的路徑 路線或者要軌跡 它的總長度了 所以我們又把稱為叫做路徑 徑代表著我只是大小 我只要它的長度 也就代表是說 同學我們現在只管它實際上所走的軌跡的總大小 所以我們來比較這個位移跟路徑長這兩個差別的話 同學 路徑它本身是只看量值 在我們科學中它是一種所謂的存量 存量代表著它單純的只要大小 只要給個單位它沒有方向性 這樣子都很清楚了 最有名的存量就像是我們的溫度 或者像我們的時間 你只要有26度C 這樣就很清楚了 你要是告訴我說 現在是30秒鐘過去 那麼叫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呢 位移的本身 它要有終點跟起點兩點相減 而減的時候 注意囉 我是用這裡跟它相減 或者跟這裡與它相減 其實動作不一樣 因為我若是從這個左下往右上去運動 很明顯的位移方向是往右上方的 可是顛倒的 當我一天從這兒回去了呢 同學 我的長度似乎是相同的 但是我的運動方向很明顯是改成往左下方去 因此代表著 不管我們的位置還是位移 都有方向性 它叫做一種的向量 所以在描述它的時候 在表達的時候 請特別注意到要有方向性 可是呢 我們路徑長或路程 它只要有量值大小 這樣就夠了